大家好,这里是没有精致画面,只有满满干货的千千 挑战做100款吐司之全麦红糖吐司 这一款吐司我们用波兰种来制作 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好 下面我们就直接开始来制作 大家如果不想有红糖结块的话 就提前给它搅化 倒入高筋面粉,全麦粉,蛋液,盐,糖,奶粉,红糖水,酵母,以及我们的波兰种 大家可以看一下,波兰种的表面有这种大气孔,就是发酵完成了 低速揉均匀面团之后,转高速揉出粗膜 现在天气很热,我搬到空调房这边来了 我建议大家做吐司的话,面温一定要控制好 最高也不要超过28度哦 揉出这种锯齿状的膜,我们加入黄油 现在千千来拉一下手套膜,给大家看一下 面团上撒一点干粉,我们直接进行分割 大家如果感觉面团粘手,一定不要强行去拉扯 顺着它的筋去移动它 我这里分割的是150克一个 分割好之后,我们撒一点干粉,给它捏圆 进行第一次发酵 建议依发温度30度,湿度70% 发至用手指按压能清晰的留下指印 我们的依发完成 看这个大小的话是1.5倍大左右哦 我们直接把面团对折拉长,稍微摔一下,进行擀卷 大家这里可以跟我一样用手给它拉长,也可以用擀面杖给它擀长 现在我们用擀面杖做最后的调整 我这里呢,因为这个桌子有点小,没办法我就给它横着拍了 这里呢,要求大家一定要把气泡给它擀干净 擀好之后,我们翻一个面,开始卷起来 前面的位置拍摄不到,大家请见谅哦 卷的时候一定要轻心的给它卷起来 卷好之后,我们都放入吐司盒 准备进行第二次发酵 爱发温度36度,湿度70% 发至9分满 这里测测给大家看一下它离盒子的位置 用手指按压能清晰的留下指印哦 烘烤温度上火170度,下火180度,时间38分钟 千千把配方打在屏幕上方 这一款吐司呢,千千是做了切片 需要切片的吐司,我们一定要晾凉之后再来进行切片哦 给大家看一下切好的组织 非常的细腻,然后弹性也是还不错的 这款吐司的含水量算是比较大的 口感是非常的柔软,一点都不会粗糙 好啦,这一期的小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,下期带来更多精彩哦